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这周是美国的感恩节 许多投资人陆陆续续在周二、周三就出发与家人过节 或是外出度假 所以本周的交通是比较冷清的 本周由于苹果销售不佳的消息 导致了股价连番下挫 拖累到科技肋股的走势 美股几乎可以说是天天下跌 周一由于苹果负面消息 加上中美贸易紧张在线 当天道具开低走低大跌395点 周二由于Target财报获利不佳 令零售类股沉压 能源类股也随油价大跌 科技股持续跌 三大股指再遭屠杀 全面重挫 道指指数是下跌了551点 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48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9点 周三美股没有太多表现 科技类股是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而周四就是感恩节 金融市场是休息一天的 来到周五是传统的Black Friday 股市只交易三个半小时 由于原油暴跌 拖累到能源板块下挫 脸书与苹果等大型科技股再遭抛售 道指在周五当天是跌了178点 收报在24285点 标普500指数跌17点 收报在2632点 纳斯达克指数跌33点 收报在6938点 本周道指累计下跌了4.4% 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了3.8% 纳指跌了4.3% 是2011年以来 标现最糟的感恩节黑色星期五 而至于在刚刚过去这周 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为了打击僵尸账号 Instagram是利用机器学习技术 将要主动的移除一些假的赞 假的追踪数 希望能还给用户一个干净的平台 另外1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低位 有分析表示是受到了另一率攀升的影响 接下来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11月份的最新密西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显示 消费者对目前和未来预期双双走下坡 密西根大学今早公布了11月份的 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中值为97.5 是自从8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也低过原先预期的98.3 11月份的初值也是98.3 而10月份的中值就有98.6 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自今年3月升过100大关之后 就大致向下 下半年度的升跌坡度也都加大 在8月份时 初值曾创下11个月的低位 到9月份的初值达到100.8的 今年第二高位 在分享指数方面 反映对当前自己财务状况看法的 消费者现况指数 11月份的中值由112.3 低过初值的113.2 反映对未来一年展望的消费者预期指数 11月份的中值是99.1 同样是低过初值88.7 和10月份的中值89.3 Instagram将不再允许 以第三方应用程式 提高活跃程度的账号 出现在平台上 已经为此建构一套机器学习工具 协助检视僵尸账号 不过Instagram不会主动删除 已经获得的赞述或者追踪者 据了解 被侦测到异常的账号 将主动被要求更改密码 Instagram最近公布了新的社群条款 同时公布 他们已经建立了 采用机器学习技术的辨识工具 可以侦测出账号内的虚假追踪 赞号和留言 自动从平台上移除 此外 任何被认为正在使用第三方工具 来增加曝光率的账号 都会收到假赞号 已经被移除的通知 此外 也需要手动更改密码 以避免第三方工具 入侵并控制这些账号 事实上 Instagram在本次采取的行动 不仅是保护用户 不受到假账号贡献 同时也是保护自家的广告生态系统 不被恶意商家滥用 迪士尼去年以713亿元收购Fox的大部分资产 联邦反垄断机构 同意迪士尼这项交易 条件是迪士尼在完成收购之后 需要出售Fox的22个地区体育电视网络 欧盟委员会这个月 也有条件地批准了这项收购交易 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欧盟的监管机构 担心这次合并会影响 两大内容供应商在欧洲经济区的竞争 而为了解决这些忧虑 迪士尼承诺将会出售旗下 在欧洲经济区的部分频道权益 而最新消息指出 中国的监管机构 在没有提出附带条件下 批准有关的收购计划 之前有部分投资人担心 中国可能会利用这笔交易 报复华府向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 或者是作为贸易战中的筹码 现在在贸易战的环境中 中国当局仍然对交易开了绿灯 对于迪士尼及福斯来说 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 成立于1942年 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 目前是全国其中一个 最大的行业协会组织 协会今早公布了11月份的 全国房屋市场指数 从10月份的68 大跌至60 是超过两年来的新低位 也远远超过预期的67.8点的 暗月跌幅 创下自2014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 有关指数在去年12月 曾经升至74 这个周期高点 在11月份的分项指数方面 独立房屋销售指数下降了7点 跌至67 潜在买家流量指数下降8点 降至45 衡量未来6个月的独立房屋销售预期指数 下降了10点 跌至65 分析表示 近期利率上升加上房屋价格增加 削弱了购房人士的置业能力 影响到房屋建筑行业的前进 日产汽车董事长戈恩 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 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拘捕 指他涉嫌少报董事报酬 董事凯利也涉及同样罪名被捕 日产社长西川广人晚上召开记者会 就事件向公众致歉 指公司内部调查发现 戈恩及董事凯利的不正当行为 日产进行了几个月的内部调查 结果得知 戈恩为了减少申报薪资额 常年在有价证券报告书记载的金额 比实际所得薪资金额少 此外 日产调查后也得知 戈恩涉及多件重大不正当行为 其中包括将日产资金做私人支出等 日产声明表示 已将相关资讯提供给检方 今后也会全力配合检方调查 日本传媒报道 戈恩过去五年的薪酬及其他收入 合共近9000万美元 但他只是上报了一半 约4400万美元 苹果自今年初所创历史高点到本周 已经是下跌超过25% 而苹果近期的重挫 也让市值蒸发超过了2200亿美元 11月份的跌幅导致苹果处于 自2008年9月份以来 也就是金融位置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 苹果本周的收盘是已经跌到了每股172元 但是即便如此 奥本罕默的技术分析师在周一表示 苹果股价虽然已经低于我们一直强调的194美元的支撑价位 然而进一步来观察的话 苹果的情况看起来依旧很强劲 分析师表示 与2012年相比 苹果仍然在回调6年来的高点 如果和2016年来相比的话 那么苹果仍处于相对上升的趋势 即使在历经了一个月的损失之后 苹果在今年的表现仍然是优于标普500的 那么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的公司仍然增持苹果 究竟此时此刻投资人应该怎么看待苹果公司 甚至是整体的科技大股呢 我们特别访问了资深的分析师Em Kim 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 那么以下就是我们的苹果还能买吗专题报道 苹果新推出的iPhone市场销售不佳消息 亦传了一阵子 周一19号 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由于新款iPhone需求低于预期 苹果最近几周已向下游厂商减少了先前发表 三款iPhone的生产订单数量 事实上 数周前 苹果已对外宣布 耶旦节旺季销量将达不到预期 此后 部分供应商也跟进表示新iPhone的销量疲软 此一消息震惊了华尔街的投资人 也带动了一波跑售潮 近期表现贫弱的苹果 本周股价表现更是雪上加霜 周一苹果股价收盘跌了接近4个百分点 周二再下挫4.8% 并创下5月3号以来收盘低点 Fain的五档股票 脸书 杨马逊 苹果 Netflix 与Google母公司Alphabet 首度全数落入空头市场 究竟此时投资人是该跟进抛售手中科技股 还是准备逢低买进 Brian Peer Research资深分析师 Em Kim 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 投资人现在不需要太过惊慌 画虽如此 多家投行已纷纷下调苹果目标价 瑞盈在最新报告中 将苹果目标价从240美元下修至225美元 并将iPhone季度销量由7500万只 下调至7350万只 瑞盈分析师于报告中表示 由于美元持续升值 苹果将面临外汇逆风 在中国市场 许多消费者会选择规格相近的在地品牌 而非iPhone 高盛则将苹果的目标价下调至209美元 并表示iPhone新机需求疲弱令人游戏 另外 股根和证券的分析师 则是将苹果的股票评级 从买入下调至中性 分析师认为 苹果提高iPhone售价 无法抵消销量下滑带来的损失 他建议 由于iPhone需求疲软的风险日益增加 中国、印度等市场需求 也出现下滑的迹象 苹果可能得考虑降低售价 短期来看 苹果的确销售不如预期 股价看空的压力颇大 但是中长期似乎仍被看好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披露第三季度持仓报告显示 继续增持苹果 增持约52.3万股 总持股增至近2.53亿股 巩固其第二大股东的地位 另外根据监管文件也显示 复达基金也增持了700万股的苹果股票 总量达1.109亿股 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等多家机构 纷纷加码苹果 或许如同分析师表示的 苹果近期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中长期苹果还是许多消费者的最爱 从长期持有观点来看 现在或许是个机会 华语电视记者陈静怡、文威廉 纽约采访报道 本周原油价格暴跌 西德州新原油期货价格重挫近8个百分点 来到每桶50.42美元 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即将到来的G20高峰会 川习会谈有没有可能解决贸易争端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再来最重要就是美联储升息的步伐 摩克斯坦尼表示 FAT可能很快会改变措辞 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处理2019年的升息议题 而这些都是接下来投资朋友 您要关盘的重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的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您做个参考 祝您佳节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